Audio Jungle 一件白色西服款式简约 大方不失细节美 袖子的镂空绑带款式充满个性 内搭白色蕾丝挂 薄衣 张现妩媚气质 Aspigo 等于 Wiado W ABSBY GOO GLE BUSH 超短碎发 显得紧现实 毛干脸的气质 将纹粒化住清淡的妆容搭配鲜艳的红唇 十分显精神 耳朵上佩戴一货珍珠 耳朵小小精致 在细看 蒋文立 眼镜 周围步 满细纹 但是她并没有过多言试 岁月留在脸上的痕迹 大方展现优雅笑容充满魅力 Aspigo 等于 Wiado ABSBY GOO GLE TOSH 蒋文立真是娱乐圈最真实的一张脸 48岁不打针不整容 马脸皱纹也敢素颜出镜 真是女性中的一股清流 江文立1969年6月20日5月初六出生在于敏之乡安徽奉部小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是迭路菊画舞员 都比较喜爱文艺 从小父亲就叫她看名著 名画 听名曲 而母亲则送她去学铁操和舞蹈 高考那年 江文立考上了安徽省水利学校 现在的安徽水利水电职业绩数学院 毕业后 就来到自来水厂工作 她以为这份资就只能当个安分的自来水厂 LDQUO 女工LDQUO 聊 没想到后来全国成建系统搞慧眼 因为从小打下的舞蹈基础 领导就派蒋文立搞文艺演出 当即体舞的领舞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当时的舞蹈总监发现了她 对她说LDQUO 你为神魔不去试住 考考 北京电影学院呢 你的舞蹈表现力很好 基本功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而TCO 1988年的秋天 蒋文立来到了北京 毫无准备下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上学后 蒋文立的片约不断飞来 其处女做事暑假拍的电视剧《全崖百合》 是演保育院的老师 该片曾获得当年的Youtko飞天奖RDQUO 蒋文立也因此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继而又在电影《黎黎园上草》中 饰演山区姑娘水秀 在电影《神秘夫妻》中扮演女一号